据环球时报消息称 近日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联合国人权专家谴责美国正在对阿富汗实施的经济制裁 指责这些制裁造成了处于灾难边缘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 并且对妇女和儿童造成不成比例的深刻影响 联合国专家们指出 自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以来 美国的制裁措施严重加剧了这个中亚国家的人道主义危机 这些措施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冻结阿富汗央行70亿美元资产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签署行政令解冻目前冻结在美国的 约70亿美元阿富汗央行资产 其中35亿美元将留在美国用以赔偿911恐袭的受害者 此外35亿美元将成立信托基金通过人道主义组织分配救济阿富汗民众 对此 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曾回应称 美国政府此举是在窃取阿富汗人民的财产 说明美国在人性和道德上已堕落到最低程度 3月下旬 阿富汗临时政府公共卫生部发布了一份报告 揭示了阿富汗的严峻情况 自今年年初以来 已有13700名新生儿死于饥饿 和与营养不良有关的疾病 此外联合国处阿富汗驻地和人道主义协调员阿拉克巴罗夫 在一份声明中说 令人震惊的是 95%的人口没有足够的食物 在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中 这一比例上升到几乎百分之百 这个数字如此之高 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 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阿拉克巴罗夫说道 阿拉克巴罗夫说道